佛教它起源于印度 到了2500年后的今天 已经成长为世界七大宗教之一 它的总人数其实不是第三大宗教 而是第四大宗教 我们一直说佛教是三大宗教 这是一个跨国家的概念 因为印度教人数是十亿 它比佛教的教徒要多 可惜都在它自己的国家 在佛教的故国印度 佛教经历了1700年的兴衰 在公元13世纪后 几乎是彻底消亡了 佛教在印度的彻底毁灭 是有标志性事件和准确时间的 就是公元13世纪初 以穆斯林毁灭超严寺为标志 在佛教史上 印度的佛教在毁灭之前 实际已经完成了一次中心的转移 大乘佛教转向了东亚 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小乘佛教则转向了南亚 斯伊兰卡 缅甸这些国家 在那里头形成了新的 以布派佛教为主的中心 有些成为了国教 一直传到今天 由此奠定了佛教北传和南传 两大佛教传统 佛教传统 在印度消亡已久 尤其是在印度教里头 佛陀是以反面形象存在的 他是师婆的第九个化身 这是一个反面化身 所以在印度保存下来的 古代佛教文献是极为罕见的 非常的少 佛教里头的一些重要遗迹 也是沧海桑田了 难以追寻 比如像陆野院 纳兰陀寺 这样著名的佛教圣地 其实也是在十九世纪以后 通过考古发现 才被今天所知道的 而像佛陀的故乡 比如加皮罗位 迄今为止 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非常遗憾这是 印度文化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印度文化的本质 是一种解脱论性质的宗教文化 就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儒家文化 印度文化的核心 就是一种宗教文化 解脱升天 是这种文化的最终诉求 而解脱 是以自我挣脱束缚为本的 升天 就是要抛弃人间 从而 它就把人世间 视为轮回里的一环 加以轻视 因为它最终是要升天的 这也是印度缺乏历史意识的文化根源 因此 在印度很少有可靠的历史编年和记载 同时 在印度文化史的基因里面 有编故事和编预言的传统 因此 我们想要在印度自己的历史里 找到印度佛教史的信史 是很难的 非常庆幸的是 佛教中心的转移 保存了大量的佛教 印度佛教的经典与文献 因为中国从东汉末年到北宋 有一千年的时间 就是佛教的一经工作 在这个工作里头 通过中国的个体 小团体 或者国家一场的这种组织形式 前后翻译了印度佛经达五千余卷 涵盖了印度佛教早中晚期 保留了大量的 跟印度佛教史相关的重要作品 最重要的是三部 法显大师的佛国记 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 意境大师的南海济归内法传 佛教在印度的传播时间 我们说 一千七百年 有四分说 和五分说 四分说是什么呢 就是分成四期 就是小乘时期 布派时期 大乘时期 和大乘密教时期 这叫四分说 还有一个是五分说 把第一个时期 小乘时期给打开了 小乘时期又分为 佛陀亲教时期 就是佛陀在世 第二个时期 叫原始佛教时期 也叫小乘时期 这个时期 现在学界 用阿涵佛教时期称呼 因为小乘 叫小乘佛教 小乘教派的人有意见 叫原始佛教 大乘教派的人有意见 所以这段时期 现在也叫阿涵时期 一般情况 我们都采用四分说 就是小乘时期 布派时期 大乘时期 以及大乘密教时期 但是因为 我们这一次 要讲印度佛教的全史 那就涉及到 大乘佛教 最初的来源问题 因此 我们要采用五分说 把小乘时期 拆分成佛陀亲教 与原始佛教 两个时期 首先 我们看 第一个时期 就是佛陀亲教时期 这个时期的教义 跟阿涵时期的 是一致的 所谓阿涵 这个词 它的意义 就是直接传承于 佛之义的意思 佛陀入灭 一百年后 布派兴起 佛教 转为 根据 论实所造之论 形成的 各自的宗派 所以 佛陀入灭 百年后 开始 称为 布派佛教时期 布派佛教时期 长达三百年 这时候 就到了 公元前后 公元前后 大乘就出现了 这个时期 就叫 大乘时期 基本上 是依据 大乘经教 和大乘论师的 论注 展开的 形成了 大乘的宗派 布派佛教 它的宗派很多 多达二十余派 著名的就有十八派 但大乘佛教 只有两大布派 即中观派 和瑜伽形派 中观派 是以纯粹性 和理论深度 著称的 我们常读的 金刚经 这就属于 中观派学说 就是它的理论 深度很深 很纯粹 而瑜伽形派 就很复杂 瑜伽形派 展开了一个 理论两意 包括 唯实方向 和如来藏方向 可以说 瑜伽形派 是佛教理论的顶点 最复杂 最系统 最广阔 就不可质疑的说 瑜伽形派 就是佛教 意理的 集大成者 但是 在大成开展以后 一直有一个误解 什么呢 以为小成消亡了 其实错 在大成 兴起以后 其实小成 没有消亡 而且 根据 典籍的记载 无论是 从一里上 还是人数规模上 从小成 演化而来的 不派佛教 他其实 一直都不弱于 大成佛教 就他的人数 甚至一直超过 大成佛教 即使在大成 最兴盛的时候 只是 这个时期 宗教影响力上 大成占了上风 所以把公元前后 到公元四五百年 这段时间 叫做大成佛教时期 在大成佛教的后期 就是大成密教兴起了 从此代表了 佛教的主流 关于大成密教的 兴起时间点 是没有的 因为 他一直是在 大成内部孕育的一派 大成密教 它是以秘密化 随俗化 或者说 为了接地气 方便传教展开的 最终 实际是密教 将佛教 引到了消亡的境地 从义理上来说 是这样的 但是从史实上来说 实际是被穆斯林 给灭掉了 但是 同样的 奇纳教 为什么没有灭掉 所以我们说 是密教理论 将佛教 引向了这个境地 我们在简明印度史里头 已经介绍过 印度的地理 人文 包括婆罗门 叫奇纳教 我们都做过 详细的介绍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印度 在魏晋南北朝 我们中国魏晋南北朝的佛典中 多称天主 这个名字应用很普遍 至今 我们仍用它来指古印度 但是我们在唐朝以后的资料里头 都直接称为印度 它的疆域 跟现在的印度有区别 我们讲过 包括独立出去的西北印的巴基斯坦 包括东部的孟加拉 中间还有一大部分 是克舍米尔地区 阿富汗地区 伊朗的一部分 尼泊尔的一部分 中亚的一部分 所以古代印度与现代印度 这两个概念是不重合的 我们在讲佛教通史的话 我们按佛教的话分去讲 就是印度在古代被分为五区 就是东南西北中五区 又叫五天主五印度 这种区分法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佛教文献里 是广泛使用的 而我们前面在讲简明印度史的时候 是分三块讲的 就是恒河平原一块 德干高原一块 南部一块 叫上中下三块 这是讲印度历史 但是我们要涉及到印度佛教史 就要按五天主的划分来讲 因为这样才符合佛教的发展过程 具体而言 五印度的区分 是以佛教界定的中国 为划分极点的 所谓的中国 就是摩羯陀地区 在中印度 中印度是指摩羯陀 他所在的恒河平原的中游地区 今天地图上 就是印度的比哈尔邦的中南部 我们古代 实际是可以从四川直接到这里的 就是著名的南丝绸之路 就是唐僧曲经 其实它是可以抄近路的 这里是佛陀 释迦摩尼成道之处 也是佛陀主要度化的地区 他用的语言 也是古代这个地区的方言 叫半摩截陀语 广义上 这是中印度 然后是北印度 广义上的北印度 实际就是今天的西北印 包括尼泊尔 克舍米尔地区 这里就有 释迦摩尼佛出世的加皮罗位 这块地区还包括建陀罗 就是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 加什米罗 这就是克舍米尔地区 整个西北印和北印 这是小城部派佛教的天下 属于说一切有部 后来也是大城教派 瑜伽形派的主要活动地区 而南印度呢 就是我们在三分印度时候说的 德干半岛 它是大城佛教 或者说是大城中关派 主要兴起的地区 而东印度呢 就是离这个亚利安人入侵 最远的这个位置呢 主要是印度本土人 所以说这里是大城密教流行的地区 西印度这个地儿是个沙漠 布派佛教和大乘佛教 都曾经出现在过这里 在五印度里头 西北印和北印之间 它划分不是很明确 它的一些归属 古代就没有定论 就是克舍米尔地区和尼泊尔地区 它现在还没有定论 这个地理归属 对印度来说 喜马拉雅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因为它的母亲河 都是发源于这里的 并且是这里的支流 就是从喜马拉雅山来的河 或支流 所以喜马拉雅山是印度的圣山 印度这种宗教文化里面 古往今来的修行者 都是去这里修行 或说去这里朝圣 在印度文化中 不论是正统文化 还是非正统文化 森林 都是他们去修行的主要场所 就是喜马拉雅山南路 最早在印度兴起的叫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有四行七的说法 什么叫四行七呢 就是一个婆罗门教徒 一生的四个阶段 繁行七 家住七 临隙七 一顿试七 其中的临隙七 就是指抛弃家庭 来到喜马拉雅山南路 隐居到森林里 进行各种苦修禅定 为最后的解脱升天做准备 因为印度 我们在讲印度史的时候就说 印度这个地方 多次遭到入侵 种族非常混乱 所以它的各种方言 多达两百种 通用的 就是有大规模使用的语言 印第语 类型的 摩羯陀语 印第语类型的 就有二十多种语言 印度的这些 二十多种主流语言 它形成有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印度人不长进嘛 在历史上 相续多个民族入侵 入侵来一次 就留下一拨人 入侵来一次 就留下一拨人 包括原始的澳族人 查罗皮图人 亚利安人 蒙古人 伊斯兰人 这个都形成过自己的语言 带进过自己的语言 种族之间的同化 也导致了语言的变异 因此 印度语言极为复杂 复杂到号称世界语言 这个复杂之冠 大乘佛教兴起的一个重要概念 明言假立 原因就是从这里来的 因为语言太多 你不知道哪一个语言的定义是真实的 哪一个是靠谱的 所以最后干脆就都不靠谱 佛教早期 他的经语言 就是经典语言 是相当丰富的 除了佛陀所使用的半魔觉陀语外 还有很多语言 因为佛说 允许你们使用自己的语言 但是 到了不派佛教时期 这个情况就改观了 我在讲纪献林的佛教十五题里头 讲过这个命题 从不派时期起 以说一切有部 为中心 就形成了经院派佛学 开始使用凡语作为经典语言 而大乘经典 比如大乘部的中官派和瑜伽形派 也使用凡语 第一 跟他们的创始人 都是属于当时这个最有名 最有才学的这个大师有关 也跟背后国家的官方原因有关 总的来看 佛教的经典 北传佛教 早期用的大部分都是俗语 后来用古典繁语 南传佛教 主要使用巴黎语 有人认为 巴黎语三藏 在佛教里是最经典的 有特殊性 我们只能说 它有重要性 但没有什么特殊性 因为佛陀所使用的传教语言 和巴黎语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印度西部或中西部的一种方言 所以巴黎语三藏 不具有什么特别经典的意义 只能说 它的文献保留时间最早 比较有研究价值 是不是 它对着 无论 有沙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